哇 这一口 熟不掉了 Oh my god 这也太好吃了吧 巴黎的一个雨天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扎 法国什么食物你们觉得最出名 我个人觉得呢 当然就是松露 恰好现在又是白松露的季节 黑松露应该也还可以 所以我今天找了一家在法国很有名 并且它是专门吃松露的餐厅 松露这种食材还挺因人而异的 喜欢的就喜欢的不得了 不喜欢的就不喜欢的不得了 你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当季的松露到底有多好吃 餐厅都会配餐前面包嘛 法国这边 但是这家餐厅餐前面包 会配一瓶松露油给你 所以你可以吃这个松露油吃一下 哇 好香 法国面包还是一如既往的印嘛 我觉得还是油条好吃 油条配松露油肯定 非常的delicious 这个是生牛肉黑松露塔塔 这个是黑松露炒蛋 法国人就喜欢这么简单的吃松露油肯定 不过吃松露确实得简单 你复杂了就把它味道给影响了 生牛肉非常oh my god的感觉 尝一口 牛肉的香气松露的香气 还一点它这个酱汁的香气 它几乎也没怎么调味 也没有盐啊 没有什么味道的感觉 就是香香香 这个黑松露炒蛋 也算他们法国的国菜了 就是很多大场合 就是上档次场合都会用黑松露 然后热热的炒一个蛋 因为这个蛋的热气呢 把这个松露的香气又激发出来 加上蛋油本身又是挺朴素 但是有鲜香味的东西 感觉很好 像不像巧克力加蛋的感觉 它这个里面放了一点点盐 这个黑松露炒蛋呢 就有一点点咸味 但只有咸味 剩下的就是鸡蛋的跟松露的香 太香了 嗯 哇 突然想到一个吃法 因为都很香 都很好吃 所以法国人吃到后面也还不错 来mix一下 搞一个松露牛肉蛋蛋包 首先我们放上适量的生牛肉和松露 看起来就不错 再来点子蛋 不过说实话 我这辈子也第一次吃这么贵的蛋 这个蛋三四十块 两三百块钱 两三百一个蛋 也是给我蛋出来的 好吃 谁吃谁吃到 那些感觉很营养 淡水也有了 蛋白质也有了 脂肪也有了 好的脂肪 然后香气也有了 有点健身餐的感觉 这个餐厅可以 这个热菜盘子是烫的 挺烫的 这个也是烫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哇 好性感的味道 这个是黑松露海虾会饭 这个招牌菜 哇 很香很香很香 白松露 鹅肝牛肉 哇 听起来就不得了了 关键是这个菜 价格也是满顶的 这道菜就一百三十多欧了 一百三一百四 人民币过一千块 就这一道菜 上面是鹅肝 中间是牛肉 下面好像放那块面包 其实鹅肝 就有点像什么呢 像浮笔 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 我试一下这个小鹅肝 是不是也是比较咸的 这个不行 这个很香 好香 而且真的有鹅的味道 好像在吃鹅肉一样 这个香气 哇 这个可以 可以 我感觉有点像七分熟 它里面不是很粉 是吧 里面也是比较熟 但是我说实话 我喜欢吃熟一点牛肉 熟一点牛肉 我觉得更香 而且吃起来没那么腻 漂亮吧 嗯 白松露 鹅肝牛肉 哇 多重香味 多重香瘦 嗯 它虽然有一点酱汁在上面 但是它本身的牛肉就挺香的 我感觉很香 白松就不用说 哇太香了 香到爆炸 牛肉的口感也不错 有肉香味 微微的一点酱汁 它这个酱汁 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筋的作用 一点酱汁 把这个整个都提起来了 Oh my god 好爽 这道饭我忍它很久了 黑松露 凯虾会饭 真的很香 而且听起来就好吃 听起来就好吃 哇 这个应该是熬虾 海熬虾 这得多香 我都不敢想 有些朋友说 我吃东西之前要闻一下 但是没办法 松露你必须得闻一下 因为松露就是拿来闻的 哇 这一口 熟不掉了 哇 嗯 Oh my god 这也太好吃了吧 哇 哇 烩饭香鲜口味加 还有松露和海峡 一口下去 Oh my god 你要不出去冷静虾 哇 真的很好吃 这个太好吃了 全场最佳 真的Oh my god 每一口都值得Oh my god 这个没办法 这忍不了 哇 它这个烩饭太好吃了 它这个烩饭 它这个烩饭的鲜香味真的是太顶了 而且这个鲜味啊 不是那种调出来的 是煮出来的 通润出来的鲜味 那这个香味就不用说了 松露嘛 那叫一个第一道 这个烩饭真的是好 太好了 这顿饭多少钱我都觉得值 今天晚上买单的价格是364公斤 3欧元 我觉得还行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么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这一期松露美食之旅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你一定会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